詞曲 李宗盛 我們很多時看到長的英文字 不敢讀,很害怕 寫就行,打字就行 說就有點怯 因為覺得發音錯就免得失禮 千萬要放開這些 讀得不好就不好 不過有些字事實是比較奇怪 我們今天這幾個字,很深 這些字,Hepatitis, Osteoporosis, Schizophrenia 那麼深,為何要說這些深字呢? 我們日常生活用中文時時說 如果你中文會大Lingua 為何不英文也學習呢? Hepatitis,好奇的 不要讀Titis Hepatitis Ti Ti 不是Ti Hepatitis 就是肝炎 尤其是吃海產之後的 鵬 蜆 Oyster 蠔 吃完那些就很小心 就會有肝炎 Hepatitis A型肝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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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patitis B型肝炎 B型肝炎 Hepatitis Hepatitis 這個 是不是很深? Osteo Osteo 真的是拉丁文 我記憶中 解崩 跟骨有關 Osteo 是有關骨的東西 Porosis Pore 有沒有印象? Pore Pore 這個字 不要寫在這裡 搞亂了 Pore 是一個洞 Pores 就是很多氣孔 很多洞 Pore skin pore 毛孔 收縮毛孔 髮妝那些 Osteoporosis 猜到了 骨質疏鬆症 是不是經常聽人說 媽媽那些 過了四十歲 四十五歲 中年以上婦女 就經常說 骨質疏鬆 Osteoporosis 很難讀 練多一點就可以了 Osteopor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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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說了 Osteoporosis 串在一起 這個 可能大家都知道 這個字 說人家精神分裂 亦是政治述語 Schizophrenia 這個ch 就好像school ch Schizophrenia 廣東話很少這些發音 我們要練習 Schizo 先說 Schizophre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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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分裂症 Alzheimer 雖然每個人都寫了大草 但這個 永遠是大A的 不是永遠 你寫了一輩子A都不一定犯法 但最好是大A 為什麼呢 就是發現這個 老人痴癌症 科學家的名字 他叫做Alzheimer Apostrophe S 就是老人痴癌症 就是這個人 屬於他發現的一個病症 Al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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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gh Mass OK 老人痴癌症 這個大家都應該知道的 Altism Altism 猜一下 知道吧 自閉症 不知為什麼 社會越文明 時代越進步 我們下一代的小朋友 出現這個情況 數字似乎越來越多 又都不知為什麼 似乎最多是男生 男生就受影響比較多 是自閉症 好 我們很快練習一次 看看你記不記得 講中文 講一下是什麼 Hepatitis 中文 肝炎 Osteoporosis 骨質疏鬆症 Schizophrenia 中文是精神訓練 Alzheimer 中文是老人痴癌症 現在有一個新名的 但是有些東西 約定俗成 好像叫做腦退化症 但一時間很多人都未熟習 我們暫時用舊名 Altism 中文是自閉症 好 這個是刀屎病 亦是人衰退的病 這些是小朋友比較多 1、2、3、4、5個病 或者5個 medical conditions 盡量記一記 拜拜 拜拜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每天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